拿起拖把就直接往倒在地板上的女子肾上砸 手里的水桶也成了武器 工作人员赶紧将东西抢下 但这名清洁员的愤怒还没完 不只打人还大镖国骂 但对方都已经被打倒在地 动弹不得 这名清洁员还是一直往前冲 眼看着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附近民众赶紧照来支援 玻璃市大人道场清洁员夜眉放在眼里 二十五号晚上八点半 一群人就在淡水捷运站外 爆发拉扯冲突 远警道场了解后发现 这一切都是因为拍摆问题 把时间拉回冲突发生当天早上 张姓清洁员身体不适 想跟督导请假 对方表示要确认一下人力 等到中午吃饭时间 督导又要他去工作 张姓清洁员相当不满 做到下午 直到晚上碰上督导 情绪上来 直接拿起打扫工具 望他脖子横打 导致督导旧伤复发 整个人到底不起 姑姑被攻击的督导 在宋医后没有大碍 但同时间动粗 实在无法忍受 现在也决定要对他提出高速 接着剩下的随魂 新北许报咯 触碰 订阅 清洁员相当不满 上